南投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二次定期大会 进行最后一天的县政总咨询 对于议员关心埔里整体发展 促签既大附中以及开发周边绿化带 新建埔里虎头山风景区大型停车场 以及观光商圈等等议题 林县长除了表达认同之外 也表示将会积极演绎 地理中心的停车场 原来我也是去看到我们在埔里高公 后面有一个停车场用地 那是鹅桶游戏场用地 这地方可以说 因为要征收要差不多两亿多的经费 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 如果我们能够活动去策略两亿的经费 用地征收起来 如果他刚才在埔里高公 要进入那条路路 还能够活动去看 我们在停车场里做一个步道 这么多的地理中心碑 也可以解决一本的停车问题 现议员廖志诚表示 议会站在监督的立场 督促县府施政 对于有利于乡亲的提案 议员们也会与县府 站在同一阵线努力争取 让南投县民能够越来越好 享受到最好的福祉 其实我们大家共同都一致 就是要为我们南投县的辈子 来做服务 来做建设 所以我们感觉大家 我们本省座很用心 收集这些资料 来给官长做一个建议 做一个减讨 我们炒作就是说 看能够让我们的人民 能够享受到最好的福利 和建设 和服务的拼击 我希望说县政府的议级主管 能够发挥向县长 他在答复议员咨询的 那个松怀和做法 可以把这个风气 可以带下去 为我们的一夹主管 为库長 为我们最基层的 这个公务人员 让民众觉得说 在南投县 在林县长的带领之下 可以一个新的气象 阿福民众有感 县议会县政总咨询 搞一段落 针对议员提案 县府会积极研议 对于有利于县民的提案 县府也会优先执行 希望在县议会的监督 与县府同仁的群策群力之下 能够带给南投县民 更好的社会福利 以及生活品质 到此结束吧 上队